千八三的男人坐在操保 她是好比起来 叫何人员在看他空嘴 我应该也在问正行 先确定说不是喝酒闹事 问到一半连接文公司的人也来 因为铁丝网有损坏 我们有跟情况中讲 会请我们来看 是怎么结文的人跟警察都来 原来这个千八三的男人 因为想起走走去 台北一位南水长跟红枝纳站的几桌顶 说是跟男朋友完结 这个想起 竟然八个两米半的铁丝网 并且看到男人在铁丝网里走路 走到暴径 一位幸亢重心是谁安排减电 依照大众捷运法第五十条之一 第一项第二款的规定 任意操纵战车设备 或者是妨碍行车 电力或安全系统的设备正常运作 可处一万元以上 一百万元以下罚还 后续本公司将依法向民众求偿 南路病友完结 结果出动警察室的人 是方元七的人 这个女人就是 整个月都掛到胜 都会是影响公众安全 当然是要护去 这件全部中备 民視新闻 神八七报道 神八七报道